画面中看到灰色轿车高速行驶在马路上 下一秒碰撞上东西 整台车悬空在重重掉下 瞬间车子零件飞散在地 带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轿车撞得车头变成废铁 车壳零件掉落横停在路中 惊险车祸发生在16号晚上11点多 朱姓男子开车行经台九线418.5公里 大五路段 一次车辆打滑失控 自撞民宅花圃 警销道场赶紧将他送医 所信朱姓男子意识清楚没有外伤 据了解朱姓男子没有酒驾 车辆为何会失控 详细肇事原因警方调查理清中